我的女朋友啊 不管什么时候 都像这朴世苍生 听 风的旋律 缓慢坠落 树叶的声音 看 阳光清晰 匆匆经过 你的身影 这是我家 人饿了吗 还好 有一点 那我 我爸角度心动呢 一会儿给你走 你先随便逛一会儿啊 好 所以这是你的 先给你水 挺可爱的 好 你等我一下啊 干吗呢 这是你爸妈吗 他们好般配啊 文昌街的老人也都这么说 坐 他们一定很恩爱吧 他们可是文昌街的模范夫妻 我都记得小时候啊 我妈每天晚上都要做饭 等我爸回来 我爸不管多晚多累回来呢 都要喝上我妈做的那一碗汤 好像这不喝就睡不着似的 看来你妈妈的厨艺很厉害啊 我妈的厨艺 但我爸觉得好啊 所以就觉得有的时候 我爸娶了我妈 是不是这未来也发生变化呢 那是因为你爸爱你妈 傻瓜 怎么样 心情好点了吗 我今天问叶佳辉 为什么要陷害我跟教授 他没有说 我们之前素不相识 我实在想不出来 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当然结果就是呢 他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这也是不能原谅的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了解 对他 他平时话不多 看上去让别人难以琢磨 可是他在文昌街的时候 他和阿公阿妈们聊天 我学医的 你是医生啊 他陪他们一起做饭 下棋 陪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我看得出来 他的笑容是真的 他真的很开心 有时候啊 我觉得一个人的善恶 还有爱恨 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我真的想有个机会 好好跟他聊一聊 好 怎么了 不要鬼了 但是我必须得在现场 好 戴上你 小花衬衫 不管了 反正立家回的事情 也暂时处理好了 那我得跟你说下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暂时你得答应我 你千万不能生气啊 那我得听听 到底是什么事情 才能决定我生不生气了 我想做一期关于心理咨询的节目 如果咱们的收听率比他们高 他们以后就不许再挖我们的人 那如果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的话 那有太多事可以做了 我可以去花方的咖啡 我也可以去你的咨询室 给你当下处理 你还可以开一间花衬衫店 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了 不过那个想法我支持 你知道吗 其实我根本不怕别人对我的非议 比起难过 我更担心的是大正 因为我跟姬教授 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 产生了误解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一期节目 告诉他们 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 是什么样的 让他们了解我 解除了他们心里 对这个职业的一些误会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你不觉得吗 我的女朋友啊 不管什么时候 都向你这普世苍生 都向你这普世苍生 听风的旋律 缓慢坠落 树叶的声音 看 阳光清晰 匆匆经过 你的身影 听证会上的那封信 你怎么解读老师的反应 不是愤怒 是慌张 他从来没有什么慌张过 因为那封信的内容 是不能被念出来的 他想阻止这场闹剧 不是为了他自己 没错 是为了那封信的出来 他想谎 扶你个人 他信的主人是 就是他爱的人 不然的话 他也不可能会伤害你的老师 如果叶家会的目标是姬教授 他为什么在我身边前夫这么久 因为你身上 有他想要的东西 这个F 是之前师姐的那个来访者吗 哈段 这份档案先替我保管着 不行 还是我的来访者 我已经爱上他了 F 他一直都是我的 老师的F 你有看到过吗 F档案 而李云的F 就是叶家辉 所以叶家辉找的F 才是这封信真正的主任 她打起来 和我想谈 他在杜阳 申请 我是生病了 我的一个朋友可能要被拘留几天了 拘个朋友你也认识吗 叶佳辉 佳辉怎么了 他 他现在在哪里 他过两天就应该回家了 你不用担心他 师姐 现在只有你能帮到我们 对不起 我不能 师姐 你对叶佳辉到底了解多少 还有 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佳辉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背后你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吗 很久以前 老师给过我一个地址让我去帮忙 但我当时太忙了 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想想 那里可能有你想要的答案 老妈 老妈 我问一下 什么汤比较补气血啊 那个桂园呀 红枣呀 花旗参呀 这些呀 对女孩子啊 都是有好处的呀 我又没说是给女孩煮的 你除了贺瞳啊 还有谁呀 对 我还有个养胎的秘方 我一起叫你 阿玛 你想太多了 你不是要补气血吗 我是怕何准说话说得太多了 亏气 我那个秘方啊 一样可以补气血 行 我都记下了 好了 谢谢阿玛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你也起来了 都是因为某些人 害得我昨天都失眠了 我看你昨晚睡得挺好的呀 瞧瞧 你做的 有点烫啊 怎么样 那我给你盛点 谢谢你啊 钱开衣 傻呀 我一会儿可能要去见一个人 见谁啊 F